前两期我给大家讲了买新建房的优点和缺点 那这一期呢我给大家讲二手房的优点和缺点 那在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做个比喻 买新建房呢就像是在养鱼池里捞鱼 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没有 谁决定这件事呢养鱼池的老板 那你去买新建房呢谁决定这件事呢是建商 那个建商很重要 他设计的房型他建的质量 他的房子好卖不好卖 这个都是他决定的 你说你能定什么 你的中间能定什么 基本上可做的事情很少 那么二手房呢就像在你家边的一个池塘里头 一个湖里去钓鱼 你说你能钓到什么样的鱼 你不知道 你能不能钓到 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钓到 你不知道 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啊 但是你会有惊喜的 如果你很勤奋 你钓鱼技术很好 你会有意外惊喜的 好我们现在看二手房的优点呢 二手房的优点就是第一呢 二手房因为太多样了 很多人在卖很多种不同的房子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大小啊什么的 有很多的变化性 所以二手房的价格呢 就可能可高可低 那如果你去买二手房呢 你直接你就忽略最高价 直奔最低价 就像钓鱼一样 就是你要很勤奋 你要起早探黑 你要避开人多的时候 你要又勤奋又专业 这样你钓大鱼的概率就大一些 现在信息透明化 J-Low啊 Redfin 这个房子地址 一给全美国的房子 全世界的房子 房价是多少 周边有多少房子在卖 最近六个月 类似的房子卖多少钱 这些信息全是公开透明的 你说我现在就买 想买二手房 我就想买到便宜的 那我就问你一句 你凭什么 凭什么你买的要比隔壁老张买的好 你说就凭我 又勤奋又努力啊 我的英语又好 我又愿意跟人去沟通啊 你总得说出个理由 有的时候呢 买二手房呢 你看要价可能看不出来 你要自己花时间慢慢去找 你要看那种二手房 在市场上放了很长时间 卖不掉的 这就是你的机会啊 然后那些每周 每十天就降价一次的 你就知道他是急着出手的 或者是你邻居的房子 或者你出租房旁边的房子 这些人要卖房子之前 放在市场上之前 你就能知道消息 你就你这时候提前截胡 给他拿下来啊 那这样你可能会拿到 百分之六 甚至更高的折扣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卖给你 至少百分之六的中介费 就节省了 他又节省了空房的时间 他又节省了 去那种小修小补美容美化的 钱和景丽 你可能会买到便宜的 还有那种放在市场上 你看照片就是里头状况不好的 这个人不想去修 本来这个房子一放到市场上 应该有十个人感兴趣的 但就会有五个人 看见那个房子的状况 他就不想买 因为他不想买这种烂房子 因为他买了房子是自住的 他要买这个房子一见清新 他有感觉 这个对他来说很重要 那你去碰这种房子 因为你说我汉底 我自己能修房子 或者说我哥哥是修房子的 他能帮我去弄 你不介意去修 那你拿到便宜价格的概率就大 还有各种就是那种卖家 神志不清的 你要去碰运情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要四十万的房子 你跟他讲两讲 他三十五万就卖给你了 可能他自己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 可能他现在正在办离婚 可能他刚中了彩卷 可能他拿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工作要搬到外州去 新公司给他搬家费付了很高 他急着要开始新生活 所以你要去多看 多谈 多聊 然后尤其像看这种 有可能会降价了 你花时间去沟通 你可能会拿到便宜的价钱 那下一个呢 二手房优点 可能是位置更好 可能是房子的地块更大 因为建商去建房子嘛 他不傻嘛 他总是先建那个交通最好的位置最好的 你说这个城市如果已经存在了1000年了 建商已经建了1000年的房子 你现在建商再开始建房子 总是要在那些空地上去建房子 你不能在已经建的房子上去建 所以二手房是之前建的房子 他们之前选地的时候 他们之前建房子的时候 地没有那么之前 可能有更理想的位置 可能有更大的地块 下一个呢 二手房可能有更成熟的社区 和更便利的设施 那这个成熟的社区呢 设施呢 包括你在小区内的 那也包括你小区的周边 包括像商店啊 学校啊 娱乐设施啊 这些 下一个啊 二手房的好处就是 它的状况比较是真实可见的 一般一个房子 五年以上的时候 你才能看见各种各样的问题 水的问题 电的问题 空调的问题 低级的问题 房子质量的问题 经过五年 你可能所有的问题 才全部的显现出来 这是二手房比西房的好处啊 下一个 如果是二手房呢 你可能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设计细节 或者是质量 可能是你个人喜欢的 就像你现在你说 我要买自助房 我们家就是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有四个小孩 我全是男孩 然后你在市场上 看房子 看房子 你可能就会碰到一个 跟你家庭状况类似的 那个房子 又照顾到你们家老人的需求 又照顾到你们家四个 逃小子的需求 你看这个房子 我后院可能有一个烧火的这种 有凳子 有休闲的 可能菜地都有了 前院可能是 playground的 小孩玩的 就是你需要的 在这个房子住了十年的那家人 也是需要的 他住在里头 他又有品味 他又有时间 他花十年的时间 慢慢的就把这个房子打造出来 能满足你所有需要的 但这个呢 就像钓鱼一样 你能不能找到 找到之后那房价怎么样 这个都不确定的 但是存在的这种可能 下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人工太贵了 现在的自动化程度太高了 那旧房子呢 可能就有更好的手工 更实在的材料 可能有更多样化的那种个性设计 现在的新房子不容易有了 下一个 买旧房子 可能会有卖家给你贷款 叫seiler financing 或者你能assume他现在的贷款 尤其是现在房价增值很多的 这些卖家一卖房子 他要交增值税 他如果是出入房 他要交持有期间的折旧税 他都要补回来 要补很多的税 那现在的卖家呢 相对以前的卖家 就更愿意给你做贷款 因为他要是给你做贷款的 他这些税都可以推迟交 还有就是现在房子 真的贷款都有个低息贷款 那如果这个卖家卖房子 他现在的贷款 是30年的固定 可能贷款利率是3% 你现在要去再贷款30年 同样条款的贷款 可能是6% 中间你会差3% 你会更有动力 卖家 如果你为了这个会 房价上给他多付一点 那卖家想卖更高的 更高 那卖家想卖更高价的房子 买家卖家 可能都有积极性 去促成这件事 所以现在呢 你拿到卖家贷款 或者你assume 现在房子上贷款 这种概率呢 会大一点 下一个呢 二手房的好处 会有成熟的绿化和庭院设计 这个可重要了 你就想想 你就想想 现在如果是一个新建房 整个小区一下子500户 门口都中树了 但你知道 它那个树是什么样的树啊 是小树苗 小树苗 可能是三尺高的小树苗 但如果这个社区 是一个20年新的社区 那你就想 门口那个树是什么样的树啊 是一年世纪 随时有花开的这种花树 整个绿树成员呢 有那个景观在那的 那这个呢 有的人可能在意这些事 有的人可能不在意啊 喜欢的人可能觉得那是无价的 下一个呢 二手房 你可以选你的邻居 因为是已经建了20多年 甚至是更长时间的社区 有基本固定的住户群体 有成熟的社区文化 你基本上 你现在看这个小区是什么样 接下来这个小区也是什么样 不会变的 但是新房就不一定保证了 二手房下一个好处啊 就是随时能入住 你签了合同 如果现金 你可能10天都能过户 如果说贷款差不多两个月 你就可以入住了 入住时间你可以随时入住 这是另外一个好处 下一个 目前啊 亚特兰大现在出租房的乱象 可能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近郊区的二手房 二手房的租金可能比新房的租金更高 我猜啊 原因就是很多人在买新房 新房一建好之后 这个院子里出租的房子太多了 竞争太大了 但是比方说 跟他离着一个迈儿 两个迈儿的旧房 二手房的小区 可能每次你想出租的时候 没有人出租的 只有你这一户 有的人他就是要在你这个小区买的 因为可能隔壁就是高中 他这小孩上学不用送 可以走路就过去 就是有的人一定要在你这个小区 去买出租房的 你的是二手房 你一招租的时候 就你一个房子招租 但是如果是在新房 你一招租的时候 旁边有两家招租 那这件事就不送你控制了 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 关于二手房的优点 那如果我遗漏了什么 或者你有什么经验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补充 好那这是这一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下一期呢 我来讲二手房的缺点